凭倩环珠哥哥当年的影响力 赵薇还是累积了不少的分子 在云南昆明的一个代言活动上 赵薇体现了自己的高人气 赵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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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说赵薇 而发行让赵薇脱胎换骨 大家都公认见到了一个成熟的小燕子 其实早就长大了 就借这个壳让大家发现一下 对对对 哦 那谁能回去就物与生囊都没办法了 他早上是一个演员都会去演的 对 我还是非常感谢吴导演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能够参与这么大的一部电影 对 你要干什么 在赵薇中赵薇扮演的孙上香性格泼辣 爱好无异 让我们跑步间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爱打爱闹的小燕子 不过在赵薇下集中 导演对于孙上香的设定就不只是玩闹那么简单 赵薇他没有什么情感嘛 光是一个跑来跑去的一个郡主 下面下一集他的个人的情感就会有很多故事 所以相对而言我觉得更加动人一点 也有一些很打动人心让人流泪的段落 就算你把他弄伤了 他也不会怪你 我觉得很过分吧 上集中孙上香和诸葛亮一起喂鸽子的这一段 让许多观众怀疑在赤薇下集中 赵薇和金城武将会有恋情发生 不过这一猜想被赵薇断然否定 他告诉我们赤薇的结局 他将会跟游泳扮演的刘备走到一起 据悉赤壁下集将在春节档上映 新娱乐在线云南昆明报道